就是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呢 无疑都是含毛倒数冷汗直流 直接把人家吓傻 据说这个故事还带有诅咒 听过牛之手的人呢 过没几天他都会突然嘎掉 完了我今天要嘎了 不会吧 完蛋了我今天要嘎了 哈喽我是嘎嘎 嗨喽我是米江 宇宙妞妞抱 我今天要来讲鬼故事啊 所以你现在都不用讲说 你是宇宙播报员了是吧 对啊要吼我忘记了 我是这集的宇宙播报员嘎嘎 因为我刚刚想说我都记得了 我不用看字幕 结果我就忘了 我还想说对啊 现在这个是你的主场 所以大家都知道讲的人一定是你 所以就不用讲了是吗 还是讲一下好了 你说你今天要讲鬼故事 是的是的 完了真的烦死了 可是我觉得这鬼故事 我觉得还是有恐怖的地方了 你等一下听听 你说你要配图给我吗 没有没图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都市传说 都是大多都是大家 想象出来的样子 或者是人家PS出来的 我就没有抓 我可能到时候画一个私意图 让你 可是我觉得这还蛮容易想象出来的 画一个嘎嘎版本的 这个就是恐怖角色 划不出来 因为它的头直接是一个牛啊 你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那我不要我好丑 烦 我开头还是先来一个温馨小提醒好了 本集内容含有暴力 血腥死亡等相关议题 可能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请小星星们斟酌收听哦 也千万不要模仿 故事内容里面的手作行为 手作行为 就是里面的行为 我觉得还蛮可不得 好 我来听一下 那会想讲牛之手 是因为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叫牛守春 好像听过 它是日本导演拍的 但是我没有看完 我好像只看了片头 没多久 我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 日本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片 日本片有些人 演员的演技 我真的是 看不下去 所以我就没看过 没看公伟 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都会喜欢演得很夸视 但是我就看不下去 你说泰国 泰剧的那种演法吗 泰国我觉得就还可以 都觉得很恐怖 但是日本人的演技 我就有点 就大家自行体会 可以去搜来看一下 我是完全就只是好奇 这个都市传说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牛之手吧 这个故事是关于 牛头的都市传说 因为很直观嘛 牛之手 那据说 真实故事内容 超级无敌恐怖 真实故事 对 就是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呢 无疑都是 含毛倒树 冷汗直流 直接把人家吓傻 据说这个故事 还带有诅咒 听过牛之手的人呢 过没几天 他都会突然嘎掉 那你还要讲给我听 我一定要听我说完 所以至今都没有人 听过完整的故事内容 全都只知道说 就是有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叫做牛之手 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挂了 不是 就是大家都只听过这一句话 然后但是实际故事内容 是怎样都不知道 完了我今天要嘎了 会吧 完蛋了 我今天要嘎了 我都没嘎 你怎么会嘎 我都已经打完 你把试试看完 好啦 那不过 牛之手的起源 大多认为是 来自日本小说家 小松佐 今在1965年 所写的同名短篇小说 但实际小说内容里面 并没有提到 牛之手原本的故事 最多就是写 主角到处在找 牛之手这个故事 就是用尽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得知 故事内容的全貌 因为只要当他 找到一个有线索的人 然后要跟他 讲故事的时候 那个人不是进音乐 就是嘎掉 所以这个小说 也写的蛮厉害 所以才会让人家更觉得 哇 这牛之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但传闻中 真正牛之手的故事 是在明治时代 大约是在1868年的时候 有出版过 但因为内容太过恐怖 很多人看了 受不了刺激 直接发疯 政治还有人因此死亡 所以在那个时候 造成社会混乱 所以日本政府 就把这些书列为禁书 甚至是把书分回 好好奇喔 对 越经济大家又越爱 所以现在流才的大多 都是口耳相传 再加上网络的渡转 那关于牛之手的传闻 有超级多 其中有一个传闻 我是觉得过于夸大 但是我还是说给大家听听看 就是呢 据说在很多年前 那年代的中学老师 大多都有听过 牛之手的故事 有次呢 一位老师带领学生去旅行 在旅行车上百般无聊 然后老师就建议 学生轮流说鬼故事 当全班的学生都说过一轮之后 就轮到老师了嘛 那时候老师自认为 他胆量过人 就宣布说他要说牛之手的故事 那学生听见牛之手三个字之后 吓得欢容失色 有些同学更是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 结果老师根本没理会 这些学生过激的反应 自顾自的把故事说了出来 那说完之后呢 游览车忽然紧急刹车 老师才惊觉 车上大部分的学生 都已经吓得两眼翻白 几乎昏了过去 老师也惊觉说自己闯祸了嘛 然后马上叫司机开往医院 没想到呢 转头一看司机的模样 老师傻眼了 原来连司机也吓得魂飞魄散 那汗水打死 他整个头 双手也抖个不停 他跟老师表示说 他没办法再开车了 好 这就是传闻的内容 是不是有点夸张 看完我只是想说 到底哪个白木老师 会提议大家讲鬼故事啊 不是都趁机来个 小教学之类的 所以这传闻是不是有点不可信 也许就真的有这种 是想法奇葩的老师 我觉得说不定是我的话我会 啊 真假的 你不可能啊 你怎么会叫大家讲鬼故事呢 而且就如果真的很无聊 也想不到事情怎么做的话 好 然后就想着 不然大家讲讲鬼故事也可以啊 好吧 好 那那就算了 你可以给你一个赞 好 那但既然都没有人知道 牛之手的真实故事内容 你也知道网络上很多超强写手 写了一堆自成是牛之手的 真实故事的故事 那我就整理了三个 然后不知道哪个带有诅咒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可怕 没有啦 你现在还活着 应该是这三个都是假的 可是他说过几天突然嘎掉 哦 我也不知道啦 没有那么夸张吧 好啊 第一个 在某个寒冷的冬天 一个小村子里面 男人的女儿得了重病 她必须要到离家有三年远的地方买药 没想到回来的途中 雪越下越大 把她整片大地都堆满了雪 走着走着 突然间 在她面前的小路上 有一块黑色的东西 靠近点发现 那居然是一只牛的头 她没有身体 但她的眼睛却还能活动 她直接下翻在地上 紧张地闭着眼睛 狂念阿密豆腐 不知道过了多久 再次睁开眼后 她发现牛头居然消失不见了 然后原本牛头的所在的地方呢 莫名出现了一个梳妆台 她认出这是她女儿的梳妆台 因为就连镜子上的裂痕也一模一样 她仔细一看呢 看到镜子中出现了她的女儿 在镜中里的女儿呢 她看起来非常健康 没有生病 而且此时此刻 她正在梳理着头发 不过认真一看 她发现女儿的脸上 有许多的黑色小斑点 然后从斑点里面流出黑色血 男人不等心再看 于是闭上眼睛得到天亮 天亮后她匆匆赶回家 没想到女儿早就已经 气绝身亡了 好 就是这个故事 哦 就是牛头的诅咒是吧 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早点回家给女儿要吃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哦 但是她怕到不敢走啊 哈哈 她觉得眼前一切都是幻觉 你看牛头又消失不见 然后又冒出梳妆台 还冒出她女儿 就吓到不敢走是不是 在眼前全是幻觉的情况下 你会不知道 你自己走的是不是正道 她不跑回家 是真的很傻 傻得可怕 正常遇到可怕的事情 第一个反应不就是跑 难道不是吗 是没错 还是有些人会吓到腿软 然后就瘫坐在原地 哦 也有可能哦 好吧 你帮她解释 我还在想说 这个人怎么傻得可怕 没有那是因为你不会害怕 哦好吧 但是我觉得莫妮出现的梳妆台 确实有点可怕 就很奇怪 对啊 我觉得出现梳妆台 比出现那个眼睛会动的牛头还可怕 嗯对啊 而且她还出现她的女儿 是在暗示指她女儿 生命正在流逝吗 还是什么 有可能啊 很神奇的一个故事 应该没有可怕到 人害止流吧 没有 所以没有耶 所以这个不是有代用作用的 假的假的 好那第二个呢 从前有两个村子 这边就用A村跟B村来代村 两个村子里呢 中间只隔了一道河 某天早晨呢 人们在A村发现了一具没有头的牛尸体 他们发现切口成锯齿状 跟被野兽撕咬的状况完全不同 比较像是被人家拿盾刀反复的切割过 村民们认为这头牛的尸体 令人毛骨悚然 决定将尸体焚毁 没想到呢 牛的屠杀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紧接着又陆续发现同样的尸体 好几句 A村的人就怀疑说 是B村人干的 同时呢 B村最近也发生了一件 年轻女子失踪的事件 一直受到A村骚扰的B村呢 就认为说 这件事情肯定是A村干的 因此呢 两村的矛盾越来越深 可以说是更加的互相猜疑震恨 一天晚上呢 因为一连串的事故 两村村民都抱着高度的警惕 B村的几个人呢 就守在连接两个村的桥上 他们看到 从A村方向走来一个人影 靠近后才发现 那个居然是一个 全身是我的一个人 但他却戴着牛的头 就是他却有着牛的头 这个人呢 看到他们后 马上转身往森林逃跑 却被对岸的A村人发现踪击 而两方的村民呢 都认为这个人肯定是 这一系列事件的罪魁祸首 于是他们就在森林里搜寻 想要抓住这个牛头人 但B村人无功而返 之后A村人也表示 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击 但是呢 A村人是在说谎 他们其实抓到了这个牛头人 因为这个人是他们A村村长 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 这些事全部都是他做的 那个女人也是他绑架 他把女人的头砍下来 然后换上 换成牛头 对换成牛头 然后在与这个女人 做了些羞羞的事情 东窗事发之后呢 A村的村长帮着儿子毁尸灭基 然后使用超能力 让村民以及警察不再追究此次 他有超能力 超能力 这种超能力 哦 超能力 是的 我还想说怎么到吸神话了 这个故事 然后最后他把他这个精神病 儿子锁在家中唱哭 不让他出门 早上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B村人却没办法保持沉默 因为他们失去的是一名村民 当晚在桥边看见牛头人的 四名看守人更加不服气 多次去警局抗议 然而警察早就已经被村长收买了 所以第二天桥上突然出现了四个人头 以及四个牛头 是H&M他司机败露 把B村的四名看守人抓了起来 然后将这些罪行全部推到这个四个人身上 然后公开将他们处死 以示笑容 那这个影响太大了 不仅是B村人 就连H&M也不敢再说话了 因为 你说这个就会被杀 所以两村村民都默契没有在提提这件事 也没有人敢说关在仓库的那名男子 是不是有一点可怕 就只是帮牛手村这个故事 不能流传下去 找一个借康完美的理由 这样是不是就能解释说 为什么不能流传 因为一流传就被嘎掉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听完不会嘎掉 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觉得这些学手其实也蛮厉害 都把这些事情合理化 不过他的儿子能长牛头也很厉害 他不是长牛头 他是砍了牛头 戴在自己身上 把脑袋也挖空 然后戴上去 对他就是对牛头有莫名的 莫名的执着 好来我们来第三个吧 这个传闻呢 他有衍生出一个 日本父母常对小孩子说的一段谚语 他们会说 如果你吃完饭就睡觉 你就会变成一头牛 对不是猪就是牛 我很常干这种事 我吃饱然后就会睡着 其实他会长发长然后就睡着 你那是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血糖过高吗 饱困 就会晕探 哦晕探 就是叫晕探了 就是吃太饱 然后或者是太水化 出太多了 出太多 好来 原因听我娓娓道来 好 这个村的传言是 村里有牛 有吃牛 供奉牛骨头的习俗 然而 肉却是来自一个 裹着牛皮的村民 据说晚上第一个睡觉的人 会被祭祀 并吃掉 哦 所以他们吃人肉 哦 所以吃饱不能不能 马上睡觉哟 没事我没有在那个村里面生活 好的 这个故事是发生于饥荒时期 就是从1873年开始 那时候的日本呢 发生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 也就是天饱大饥荒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呢 某个村里有个畸形鹅 它的头部巨大 而且上方有类似角的凸起物 自古以来 非我族类奇形比异 尤其是它长得这么宇宙不同 太平设施上 都会招来人们的议论以及嘲讽了 更何况是这种黑暗的环境 人心更加险恶 长期吃不饱的愤怒呢 让他们将矛头 纷纷转向这个牛孩子 而牛孩子的母亲呢 因为生下畸形了 被村里人当作是 与畜生通奸的不解者 当他看着不像人的生物 走向自己时 他推开了牛孩子 在被自己的母亲唾弃后呢 牛孩子在村民眼中 直接成为一块会行走的肉 村民说 我看他像个牛 弄他也只会发出 牛一样的哼哼的声音 又说 大家都吃不饱了 不应该再把食物 分给这种不是人的家伙 于是村民们 联合起来 大声吆喝着说 杀牛了 那熊熊的火光 结合着柴火烧肉的香气 村民们今天 晚上终于能饱餐一顿了 然而这么多人分食 根本不可能吃得饱 村民们已久机场碌碌 过不了几天呢 有人说隔壁村 也发现了牛 这个消息一出 每个村民瞬间充满精神 拿起脚火 就喊着说要去帮忙 而当这些村民 回来的时候呢 个个都宏观满面 再过一段时间 像这种集结起来 宰杀牛的群体 在附近村落 迅速地蔓延开来 人们想吃肉 但看着身为人的面孔 或者是你曾经的 点头之交 他或者又是你 曾经的亲朋好友 他们下不了手 于是人们就开始 交换村里那种 无依无靠的孩子 让他们轮番戴上牛头 假装今晚的晚餐 就是一盘牛肉 完 是不是很可怕 我觉得第三个是 最那个毁灭人心的 对 因为在季方时期 对 在那个环境之下 很恐怖 我觉得这个是 最迷灭人心的 我觉得第一个 就真的还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感觉在现代 也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反正你想隐瞒 什么事情 就有可能杀人 但是第三个的话 就真的是那个时代 干我怎么有这样 真的是那个时代 才会发生的一个 事件 事情 第一个就有点像传说 真的像传说 然后第二三个 就有点是 好像真的会发生 这件事一样 好 那说到这 这样的故事 确实都是惊世骇俗 但也不至于 让人家看到 或者是听闻 就吓到发疯吧 对吧 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传言散破出来 我看到网路上 有个说法是说 与其说是鬼故事 牛之手 更像是当时的 乡里的纪实 也就是说 当时有人像记者一样 试着把这段 悲伤的真实故事 用文字记录下来 但这则报导 可能恰好又是 批评政府 官员无能的一个 或者是贪腐的 一大罪证 那为了巩固政府威信 他们怎么可能 让这种事迹到处流窜呢 所以人证打掉 然后证物烧掉 当事情处理完之后呢 再来一句 此书内容过于害人 读过者 非死疾风 列为禁书 是不是完美的解释了 对 那以上是我在网路上看到的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读过完整书的人 然后 网路上没有 然后就 这都是一些小说 写说在当地 想要去找那种 奇老啊 问啊 然后就 那个老的不是死掉 就是疯了什么的 所以根本没有真实信息 我觉得疯掉的应该是 因为他知道 如果让人家知道 我读过这本书 而且还记得的话 我就会嘎掉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堆小说都是这样写 就是在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人就会死 所以都没有人说出完整的故事 然后 维基百科呢 他就会说 这完全就是一个 嗯 那时候 没有那个东西的叫什么 那个成语 靠北 就是虚构的 完全是虚幻的 没有这件事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只有一句话 能形容这一个故事 就是 无中生用 对对对 反正就是 只能用一句话 来形容这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听过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叫做牛之手 然后就据点了 就这样 没有其他的了 反正网路上众说纷纭 就是很多人写成 一些小说的形式 我觉得都蛮精彩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手来看看 好了 以上三个 你觉得哪一个最符合 我觉得最后一个 我也觉得最后一个 但是 好像这也是小说 这是比较短片的小说 但是我觉得 你最后讲的那个原因 会比较符合 这个故事 不能流传的原因 嗯 而且我想要找 最后这个故事的 完整内容 我找了很久欸 就是 我去翻日本晚上 才翻到的 但是就是 繁体的 就基本上是找不太到 就是只有说 什么一个村庄 会吃人 什么什么 就讲 没有太多的 那个详细内容 确实是吃人 就是真的 就是用牛的头 来安慰自己 很可怕 但是他的起头 是一个 长得像牛的 畸形儿 他就是人啊 反正就是 因为那个环境下 黑暗的程度 真的是会让人家的人心扭曲 真的是无解 对 就是你真的肚子饿的时候 你看鬼迷都像汉堡 哈哈哈哈 欸 可是 我有想过说 如果今天 我真的是 处在那种 饥荒的时期 我可能会自我了结 我不会想要去吃人 或者是想其他的办法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真的就 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 就直接选择 自我了结的人 也肯定很多 但是有些人可能又有牵挂嘛 然后有些人 他是意志本来就比较强 然后有些人本来就pass 我就是 我是比较没办法理解说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吃人 他的底线很薄弱 我觉得最后能够活着 会想到要吃人的那些人 就已经不是像我们这些消极的人了 已经是疯子了什么 就是已经是疯子 意志超强 然后要不然就是 有想要保护的东西 有想保护的东西 然后选择去吃 落小的人 就像今天 我的儿子快要饿死了 为母则强 我觉得不管三七二十一 反正有肉 我就要拿回来给我儿子吃 我不管他是人肉 还是什么肉 我还以为那个情况下 他会直接把儿子吃 更显恶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不会 把他自己的儿子吃了 但是也许到了某一天 他的儿子会变成 带上牛头的那个人 因为太虚弱了 好可怕哦 人心 我看一些鬼故事 他们都说 其实鬼不可怕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 对啊 其实人心才是最可怕 可怕 怕爆 谁叫我们是 那个食物链的最高端呢 好像也是哦 对啊 很可怕 什么都可以吃耶 对啊 就只是目前 我们不会吃同类而已 还是有食人组的存在 现在的食人组 还是在吃人吗 应该没有吧 不是说吃人吃 多了会疯掉吗 你觉得像会吃 婴儿胎盘的那种 算不算会吃人肉 他那个是一个补品 叫什么 我忘记叫什么 但是胎盘是 是什么 紫盒车 紫车盒 对 是哪一个 紫盒车还紫车盒 反正就是 一个补品 但是我不该 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算是一个中药材 但是我觉得好可怕哦 但你觉得这样算吃人肉吗 掉出来的肉 好像就不太算 我觉得算啊 因为他毕竟是人肉组成的 人的组织耶 嗯 然后不是以前还有一些流传说 有些人会吃那种 还没满月 然后就被人 堕胎 出来的婴儿 有人会吃这种吗 我不知道耶 有人会吃 吃那个原因是什么 但是不是台湾 不是我是说 吃那个原因是 他们也是 不是他们也是觉得是可以包养 啊 补品 啊 难怪很多鬼故事都写成说 就是有要收集那种 未成型的婴儿啊 或者是说未满月的婴儿啊 然后拿出来当 延年益寿啊 什么的 没有 然后不是 还有一部电影 它是那种会 就是有一个人 他总是会包一种饺子 然后那个里面包的肉 其实就是胎盘 啊 那么大手笔吗 那个不是很贵 是胎盘吗 我忘记哦 反正我忘了是胎盘 还是婴儿肉 反正他就包了那个饺子 然后就有一个贵妇 时常就会来这里 然后吃那个饺子 哦 那个是香港的 对对对 香港就会拥抱自己的青春容貌 然后让老公可以留在他身边 你居然敢看这个片 我都是看 那种快速介绍 正经我一万年 我想说你看过呢 哎呦 人肉叉烧包咧 拜托 人肉叉烧包 我好像也有看过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饺子 我有看过完整的 但是很久 很久以前的片子了 对 那是很久以前的片子 但是也是很正经啊 哦 好的 我还以为你看不完整的下落 但是我觉得 没有完整的就已经 让那个氛围看得很沉重 神经病 嗯 好的 那今天这集 千万不要学习模仿 不要吃人肉 对啊 不要吃人肉 吃人肉会发疯哦 不要好奇哦 不要好奇人肉是什么味道 好奇心害死一只猫 说真的我还蛮好奇的 人肉吃起还是死 其实我也很好奇 笑死白痴哦 不行不行 好了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好的 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里 希望小星们到各地平台 帮我们五星评论 让小宇宙有更多的星星哟 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精华影片 都在小宇宙的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 按赞小宇宙的IG 及Fabon哦 有小过士可以分享的 欢迎投稿给我们哦 我是嘎嘎 掰咯 我是米江 掰哟 拜拜 所以你觉得今天很可怕吗 好像都不是鬼故事的那种可怕 对不对 我觉得是人心的 我觉得还好耶 险恶 所以听完没有人看直流 然后我们没有受阻咒哦 还有我刚刚想说 要听鬼故事 我还把灯打开 结果没事 就一点都不鬼的鬼故事 因为真的完全就是虚构的 我在想 但是就觉得 如果这些故事是真的话 确实是蛮恐怖的 可能我最近的噩梦都更可怕 你最近的噩梦是有哪一种 有一天我睡了 然后就突然惊醒 完全不敢再睡回去 那天是我通常躺在床上的话 然后我的脸 如果往右边侧睡 我的脸正式的角度 是我的衣服的衣架 然后跟我这个小空间的那个门 我那天是一样 就是往右边侧睡 然后睡着的时候 我的梦里面就有个画面 那个画面就完完整整的 是我侧躺的时候 会看到的画面 可是在那个画面里面 我这个小空间的这个门 突然走出了一个女人 哇哦 而且她不是就这样子 很自然的像朋友一样走出来 她是这样子 探头出来这样子 这是那个门 对对对她就这样子探头出来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 我觉得恐怖的并不是那里冒出了一个人 因为她长得其实并不可怕 但是 不不不 不是应该说恐怖的并不是她 而是恐怖的是那里冒出了一个人 因为那是你房间 对那是我房间 而且这里就是一个死空间 双户也进不来 对那里农一样的病人 我问你 是不是的 我对吃的那里农兽 他不过来 也认为 我认为